我们这个国系是多么的光辉灿烂 想通过这个机会传播一下中国文化 云间有新买的快到了 可能26号就到 长时间这样的没有任何的这种社交活动 有的时候给人们心里也造成了一种压抑 大家利用这个机会来见见面 来听听我们中国的音乐啊戏曲啊 也是这种优拉的最神的 去年参加活动的时候就发现原来北京戏曲社 尤其是在中国戏曲社他们里面的服装啊 还有他们的整个化妆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我去年发现有好多好多好多加拿大人就一直在着想 这个节目呢基本上是分三大块 第一块呢是有围城小乐队也就是六个人吧 三男三女 他们这个小乐队是在疫情期间形成的 自己组织起来的 主要是演奏乐器还有唱歌 都是中国歌曲了 另外一块就是我们戏曲这块 我们这次呢准备出两个戏曲串烧 第一个呢叫戏曲串烧 也就是综合了几个地方戏 比方说户剧啊黄梅戏啊 什么平剧啊京剧啊 这是一个戏曲串烧 另外一个呢是京剧串烧 把我们国内的这个几个著名的古典京剧吧 《贵妃醉酒》《五家坡》《扎美岸》 还有《穆归英挂帅》 这个我们四个演员穿着服装行头表演一下 另外呢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安妮的那个Zumba舞蹈团 大家好我叫安妮 我是在维多利亚教Zumba的Zumba老师 很高兴因为现在天气很好 我们有我们今年这次又有机会 能够在海边办这次的活动 今年大家又有多一年的准备 那今年呢希望能够呈现更好 更充裕的表演给大家